武術的精髓除了是實戰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武德 說的是我們怎樣去做人 我是鄭重恆 Colin 我是2012年的世界武術冠軍 武術是來自中國的 歷史真的很遠 說的是石器時代 基本人是要保衛自己 保衛自己的家 有時候我們會跟猛獸對抗 隨著時間變遷 慢慢變成修心養性 和不離開實戰的行動 很多時候我們不想打贏對方 但我們常常說是以德服人 心派武術我們昏迴長拳 男拳 太極拳 兵器方面 會有刀槍劍棍 耐家拳 可能大家都會聽過一些氣功的事情 就是怎樣跟自己的身體溝通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透過一些 可能是冥想 或者是冥想的 都可以幫助到我們 去達到某一個境界 對方的氣功 經常都會說內斂一口氣 即是我們怎樣運用我們的氣 我們不能把氣太浮 太浮的話我們下半就會不穩 對方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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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的氣氛 好像有成員 很大的影片 很尷尬,很多自我肯定 但現在走的時候,我也有教一些小朋友或大人 我也是一個以色列自衛信 所以我會將傳統的功夫 加一些自防守的東西 我會將它們混合在一起 他們學完之後,覺得很有成功感 我看到我都很開心 也是一種傳承